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合A-House,我是主持人Sweet Hello,大家好,我是Leslie Sweetie,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對於內地房企而言 其實全年最重要的銷售月份是甚麼時候? 9月,是不是金九銀十? 沒錯,其實在我們的房產行業 承傳了一句說話叫金九銀十 而其中在金九銀十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當然不用說了,就是我們的國慶假期 特別是很多的開發商,無論是房企或車企 都會選擇在國慶王金周七月的時間 做出可能是全年以來最優惠的Discount給我們的客戶朋友 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這條影片 就是為了金九銀十的優惠 而現在我和Sweetie所身處的位置 就是位於我們非常熟悉的坦州御風靈門的項目 這次的干貨門我們準備了很多特價單位給大家 非常多,但有十套 沒錯,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張圖片簡單去看一看 首先,雖然我們要知道 御風靈門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大型的大盤 我們會看到帶給大家的兩套分別位於我們22座的位置 22座在哪裏呢? 為了令大家更加清晰 首先通過我們的航拍鏡頭 標識我們的22座給大家 這個22座我們這次帶給大家一個 118平方的四房單位 其實這個護形在11座的示範單位裏面 展示得非常之出色 如果大家感興趣 想知道這個11座的118平示範單位是如何的 可以約我們來到現場或是contact上方的電話 找到我們拿詳細的資料 回歸正題,很好的,這次我們準備了什麼樓層? 有22座的6樓和30樓 剛好是它的中樓層和高樓層 沒錯,因為我們也說過 我們認為由於御風 它是由兩大的中族圓林進行組成 其實一些我們的中低層 包括6、7、8、9、10 網內環境是非常之不錯的 當然,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我比較習慣喜歡高層 也準備了30樓的這套防皇樓 可以給大家 價錢上,每一套便宜了12萬至13萬 首先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602的這套單位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原總價1887095 勁減12萬之後 它的優惠總價到1763051 而它的單價僅僅為14892 高層的這套又貴多少呢? 高層的這套是30樓的 它同樣的面積都是118 它的原總價是193萬7878元 它特為Discount減13萬之後 是181萬1828元 它特為單價是15304元 沒錯,其實我們看到高樓層而言 對比起整體的單價 其實都是距離接近500元 如果對118平方感興趣的朋友 記得要留意這兩套單位 好了,去到第二套 這兩套的架勢 為什麼架勢呢? 首先,這兩套是我認為 和遇封名門最漂亮的單邊戶型 同時也是我們兩個最喜歡的 沒錯,我們兩個最喜歡的單位 同樣我們來看看 這兩套的單位分別就是位於 在我們的11座 我們的135平方 以及128平方的這個戶型 同樣方便大家了解一下 11座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航拍的CAPTO 既然我們都喜歡 一人一套,公平一點 我先和大家介紹的就是 屬於我們11座的504 建築面積為135.500平方米 大家可以看到 這套單位的原總價為2280735元 勁減11萬之後 其實成交總價在2168735元 特位單價15996 其實對比起以往這兩個單邊戶的成交均價 基本上是要到18000左右 而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回歸至15000元的單價 亦可以看到開發商對於這兩套單位的誠意所在 另外一套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128,我們說一下它的價錢 它的樓層是位於24樓 面積128.11平方米 它的原總價是2192,310元 它Discount之後的特位總價是2084,652元 它的特位單價是16,272元 其實這兩套的價錢相差是不大的 很小的 因為看到其實在總價上 總價相差8萬元 又是回歸到我們當時所說的一件事 就是多了一間套內的書房 大家會否會意拿這8萬元出來呢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其實在樓層上 分為我們的低層和一個中高層 可能在這個層數上也會影響我們後選擇的一個因素 好,跟大家介紹了我們的四套單位 主要是屬於我們以往22座和11座的護形 而另外呢,由我們28、29座 包括以往30、31座的這些護形 也是全新的不同的護形 我們會看到今次的這個組別 六套的單位帶來兩個職位給大家 分別是屬於我們107平方的這個單位 以及我們傳統115平方的橫廳單位 和大家看看,首先是我們這個107平的單位 它分了在29座和我們全新家推的28座 29座佔據了一套屬於我們的13樓 零二戶型,競減,厲害了這套 競減21萬 原本的186萬 0.588 減到165萬2349 特惠的這個單價 僅僅是15428元 如果大家喜歡的是28座的全新改動 特別是之前,我們現在所身處的 就是在28座的107平方 0102戶經過Designer的妙手生花之後 變得更加美 你可以參照這三套 分別是屬於我們28座的802 特惠總價在1562696 以及28座的3101 特惠總價在1652293 以及還有一個相對較為低樓層的301 它的特惠總價是1610805 而另外,正如的兩個戶型 屬於我們115平方的單位 Sui,你來介紹一下給大家 我覺得115這兩套是蠻特別的 為何這麼說呢? 它是屬於我們29座的9樓和10樓 即是說我們的親戚和姊妹可以在一起買 樓上樓下 是的,其實我家都是這樣 都是喜歡這樣去買樓 所以我和我的舅父是住在一起的 就是隔離凍 說回它的價錢 29座的9樓是903 它的元總價是1916199元 優惠元的特惠總價是1785658元 它的特惠單價是15496元 它的樓上即是10樓 它的元總價是1919871元 它特惠之後,減了13萬之後 它的特惠總價是1785980元 兩套的單位,所有的題目又來了 Sui,你差多少錢? 幾千元 沒錯,其實兩套單位只差3千多元 如果大家真的有朋友或親戚 大家都是喜歡這個115平的樓廳戶型 同時樓上樓下,又真的挺方便的 可以看到,今次遇封名門 其實準備給大家的國慶特惠單位 其實真的誠意滿滿 價錢上對比起以往 真的有不少的讓利 同時,國慶期間 除了遇封名門有這個特惠的優惠 我們華創聯絡一定同樣都有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並且很奇怪,很簡單 在上方的電話找到我和Sui 聯繫我們來現場進行參觀看樓 就OK的了 我們亦都有來回的商務車 讓大家方便進行出行 我覺得這次宇峰國慶的黃金洲 真的給了我幾多誠意 沒錯 是有10套單位 我覺得可能聽這麼多 觀眾朋友和我都有點混 你覺得這10套入面 可不可以選一到兩套 即是你個人認為最值得買 或是你覺得價錢最正的 你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 明白了 當然,正如Sui所說 我發現現在大個女兒 越來越鐵深 沒錯 其實大家聽我們剛才一論嘴 說了10套 可能都會覺得很混亂 它對應的護形又會是怎樣的 包括可能以往沒有了解過遇封的 聽到很多不同的開織 但是匹配不上的畫面 在這裏我自己認為的無用質疑 都是這兩套位於11座的135 以及128平方的略度單位 我都覺得 沒錯 因為這兩個絕對是 遇封名門的黃牌護形 甚至乎是拿出來整個坦州 我覺得都是無用質疑 因為它享有超高的實用率 大家都知道這兩個護形的實用比例 非常誇張 你來到現場看 你會發現 其實哪是128和135 實用絕對是一個1500至1700呎的整體狀態 特別是聽令大家應該拿到最深刻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坦州 找到又大又漂亮又正的單位 其實可以很老實地跟大家分析 雖然我們坐在遇封名門 但是我認為可以稱得上這個標準 只有街景康城的流瓣14座 以及我們目前熱賣當中的11座的這兩個單邊位 但是大家知道 好 雨風和街景這兩個產品總加上相差了一球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都是那一句 歡迎大家聯繫我們來現場 實地去進行我們的樓盤對比 有第二個問題 我還有問題 好 這10套單位其實都是我們的千尺單位 比我面積比較大 其實我覺得也有觀眾朋友是需要 有需求一些細面積的 他可能覺得家裡太大 他是不需要 可能給他一個人住或者跟他的寵物住 那有沒有推薦 這個真的有 真的不是合過的 為什麼呢 大家要知道以往在坦州如果想買一些 例如最常見的面積 89平的三房兩廳兩位 那在哪裡找呢 例如我們會在中澳春城 或者其他不同的項目 街景康城以前其實都有的 但是現在現時的主力四旗 有些朋友就認為 覺得他的收到時間可能過長 那今次 遇風名門的燕樓 找到給大家 沒錯 真的很艱難 為什麼呢 遇風超過80%的積 都是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千尺單位 你想找到一個89平的三房 真的很難 並且今次找到給大家的 是燕樓的單位 低、中、高樓層都有 大家想了解具體情況 跟隨著我和Sui的鏡頭 我們立即出發 我們去旁邊 來看看這個實體單位 各位觀眾朋友 這麼快我和Sui 就轉換了陣地 身處的這個位置在哪裡 我們轉眼間就來到 我們31座的17樓 就是我們89平方的一個小面積 它的單位是04這裡 其實大家要知道 剛剛我們才介紹了 小面積護形 在整個遇風名門 可以說是非常之氣缺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介紹給大家的小面積 絕對不是遇風 將錦淨餘的小面積 敷衍大家 這個壺形我覺得相當有特色 大家有沒有留意 雖然說是一個04戶 很少見會小面積的單位做單邊戶 並且戶外常見的89平都是做三房的設計 這個是四房 我們立即跟隨著鏡頭來看看 所見即所得 現時的這套17樓04戶 就是在售當中 進來的這個圓關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預留了位置給大家可以做一個通頂的儲物櫃 擺放我們的鞋 或者是簡易的這個家具 而另外 重要的地方是甚麼呢 其實這個位置的改動性本身就非常豐富 因為後方就做了一個贈送的結構拉板的房間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房間的需求不是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完全可以怎樣呢 踢到這一棵牆去 聽到沒有 是板來的 做一個完整的我們的Store Room 在家庭儲物上就會豐富很多 甚至乎平時我們的單車 滑板車 都有一個空餘的地方可以擺放 來到我們客餐廳的部分 它還是一個小小的南德通的設計 它的通通就通在這個生活露台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廚房是怎樣的 進來做的是一個二字型的廚房 可以看到89坪它的廚房真的有給我驚喜 這裡起碼站到四、五個人一起煮飯都可以 它的膠標是用我們七雷煙機 煮食到有消毒免貴的 是美德這個牌子 它都有做好一些櫃給我們收納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收納空間是非常之多的 同時還有名窗的設計 還有我們的雙聲盤都是給大家 還有插租位都是預留給大家的 是的 同時出來 其實雖然我們看到餐廳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給大家 擺放一張我們長方翼四至六人的這個餐桌 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再做一些餐邊櫃的位置 可以參考在我們這邊 包括也可以擋一擋我們強電箱 以及弱電箱的一個整體的位置 同時小面積的單位還做了雙露台給大家 生活露台其實呈我們的L字形 鏡頭出來又有敬氣 出來這邊的位置其實足夠大家擺放我們的洗衣機以及乾衣機 同時由於我們身處在三十一座單邊戶的位置 同時也可以稱之為整個屋苑的單邊位置 所以採缸是非常之舒服的 相當之開揚 這個位置曬皮曬衣服都完全沒有問題 而另外現身過來就屬於我們的客廳的位置 整個客廳的開間達到一個三分三的水準 並且交錶方面大家會看到整個客廳的封管機 以及房間的掛機都是屬於我們的交錶 其實我覺得這個面積我最喜歡的一點 除了它的廚房、生活路材還有這個洋材 提起來其實它是沒有遮擋的 沒錯,其實由於我們三十一座 其實是跟我們之前剛剛介紹的二十八座 是同一個直線 望回外面其實是相當之開揚的 並且由於我們身處十七樓的位置 完全是達到一個無遮擋的狀態 當然大家可能會說在下方依然都是這個工程滾滾 有我們的這個煙塵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很多的客戶朋友對於彈州而言所擔心的 就是覺得外面的這條路不夠方便 但是下方的這條我們叫做坦州大道的這個主幹道 明年就會進攻了 同時這一條的坦州大道就會直接連接到我們珠海的南灣大道 形成一個雙向白車道的一個狀態 所以以往在未來我們的業主出入坦州以及珠海的時候 將會更加方便 還有它陽台的闊度其實都放回窗台等也是OK的 沒錯 同時我們再過來可以看看它第一間房的這個位置 作為我們其實真正的第一間客房 大家會看到 搭配著一個全尺寸的飄窗台 傳統佈局方面大家可以擺放一張CreamSide的床 如果是利用tap tummy的話 可以使用的空間就會更加驚人 延伸在我右邊這一邊 可以全部做一個我們的活動區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相信一定會非常之開心 再來看看對方出的這個第一個客廳的位置 它的攝影台是延伸到我們馬桶的雙方 就可以擺放多點我們的香氛 以及我們一些結具的東西 同時它也有做到鏡外收納 可以放回我們的捲髮棒之類的東西 它的企光位置 幫大家體坐都是OK的這個Size 還有帶著我們的名窗 同時去到我們的第二個客房 也是它的特色位置 因為這間房其實延伸出面的空間 全部都是由露台所謂的部件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房間 是一個270度的一個彩光面 現時是一個完全沒有開燈的狀態 大家會看到這個細面積的89平的單邊戶 整個彩光是非常之舒服的 完全是一個無遮擋的一個狀態 好了,最後看看我們主人房的位置 這個彩光我真的很喜歡 沒錯,其實我們整體而言可以感受到 在整個89平方的單位 可以看到它整個屋內的窗地比效應 相當之高 感觀上真是一流 89平方同時也做了一個四房的設計 如果真的要彈它的話 我想唯一想到的就是 只有一個廁所 對,只有一個廁所 相信這個單位大家亦會對它的價錢非常感興趣 我們亦不和大家買關子 它的價碼 total是147萬 詳細的價錢 大家可以通過這份list 去進行了解 雖然今期的 就是我們國慶街節的御風名門特價單位 到這裏也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補充呢 就是大概沒有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單位 就有contact上的電話 可以找我們更加詳細的介紹 節目的最後還給我們一見三年 好了,都是高舉 希望大家多多聯繫 我們進行近密的交流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請按讚